这就是成本很低 只需要一个步骤就能做出的和玉石般晶莹剔透的咸蛋黄 家里呢是从来都不买现成的 自己做的也比较放心 5块钱一斤的鸡蛋呢咱们先打上20个 接下来准备800克的面粉和一袋食盐 混合在一起充分的搅拌均匀 找一个深一点的容器或者模具 先放入五分之三的面粉盐 摊平以后用鸡蛋碾出小坑 这一步既可以均匀的腌制蛋黄 也是为了防止它相互粘连 下一步鸡蛋呢咱们要取完整的蛋黄 不留蛋清 把取出的蛋黄依次的放入之前给它挖好的坑里 这里说一下蛋黄呢不能破碎 以免腌制不成形 接下来把剩下的面粉盐全都盖在蛋黄上 盖上保鲜膜咱们给它腌上两天 经过两天的腌制 这个时间已经足够了 要不然蛋黄就会特别咸了 大家看此时的蛋黄是不是很像元宵的样子 用手捏一捏也是很有弹性 想要知道里边的颜色 咱把它放在清水中清洗干净就可以了 彻底洗去它表面的盐和面粉 真的是和美玉一般的经营 而且和鸭蛋黄的感觉是一样的 但是呢时间上只用两天就能完成 大家学会了可以多做一些 炒菜炒饭 包粽子 做蛋黄酥 这些都没问题 土印 字幕 李宗盛